我一開始就先吐之後 我就發現 為什麼只要一遇到工作 或是賺錢的時候 你就是會生病 可是你人生中 死過的招是最賤的一次 展瑞泰國中毒吐鞋送醫 展榮鏡包氣搶弟弟 有我沒有吵架 吵翻了 對 就是 這群人雙貌泰兄弟 展榮展瑞主持實境秀 這群人在旅行泰國特別片 沒想到當地露營時 弟弟展瑞突然有狀況 就是水土不服 然後我去泰國的醫院 去打針 掉點滴 對 然後因為有一天晚上我上吐蝦蟹 因為我食物中毒 然後就吐到早上 我吃一個蟹黃的一個豆腐 結果我把那一盤吃完之後 我就食物中毒 不知道是不是吃太多 我也不曉得 一定是吃太多 對 一定是吃太多 因為那一盤就全部你在吃 是當下有什麼症狀出現 當下沒有 我當下完全沒有感覺 然後我晚上回到飯店的時候 就開始 就開始想要吐 然後就很反胃 然後我一開始就先吐之後 我就發現 欸 怎麼有血 為什麼會因為生病的事吵架 他很常 他很愛就是在拍片前一天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生病 那已經不是病本身的問題 是為什麼只要一遇到工作 或是賺錢的時候 你就是會生病 就是讓人家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在 裝病 對 就是 你是太懶惰嗎 還是抗拒什麼 就真的是身體 因為這一套在我這邊 已經不管用了 就是身體 我也沒辦法 所以其實那天很有趣 大家都非常關心展睿的狀況 因為展睿是真的貪在那邊 但是唯獨展榮一個人就是 我沒辦法買貪 你到底是什麼問題 你到底什麼狀況 就是一個人展榮對弟弟這麼兇 同一個法系 你看了三集 同一個法系 這就是你人生最嚴重的一次病嗎 出國第一次這麼長 我歡迎一個問法 對 那是你人生中 死過的招是最賤的一次 但最後就拿奉勸隔離 家人不要一起工作 這就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禮物 對 你怎麼想啊 各個是你最大的禮物 我覺得 你應該是我真的來修的 我覺得遇到你真的是很幸福 可以來這邊修功課 我看你